新闻的新闻 一年存4万块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有些困难 但是你透过保险就有机会负担这笔费用 但保险到底该怎么买才对呢 今天请到专家一起讨论 首先第一位邀请到的就是我们的理财投资顾问邱振宏 邱博士 大家好 紧接着请到的是我们的保险专家刘凤和刘老师 大家好 我是刘凤和 以及邀请到的是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瑞德哥 大家好 以及邀请到的是资深医药记者全家丽 家丽姐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还有邀请到的是资深导姚玲珑大哥 大家好 现在人对保险越来越重视 算算平均每个人手上都有三张的保单 而且其中有90%可能都是放在医疗险的部分 好 我们就先请教来宾 您一年的保费到底缴多少 而其中占最多的险种又是哪一种险种 来 请举牌 瑞德哥 您一年的总保费缴5万以上 对 那自己上到哪里 因为都是我太太还在管 我没有偷偷 当然大概是医疗险 医疗险 意外险 人寿险 除去险这四种 那医疗险占多少呢 医疗险占七成 如果是七成的话就大概三万五了喔 对 好 我们看一下嘉丽姐的 嘉丽姐的七十万喔 这一年总保费 十万以上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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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包除去啦 意外 癌症 医疗等等 现在医疗险我每一年大概是较五千到六千左右 那我们就要看一下你的玲瓏大哥 玲瓏大哥每天在外面带团啪啪啪 您一年的保费也是跟这个瑞德哥一样 差不多五万多块 五万多 那里面包括了防癌 终身 意外 诶 没有医疗啊 医疗就在 医疗就在意外这边啦 你的医疗是包在意外里面 但是够用吗 我们稍微请专家帮你来看一下 当然我们要先请教一下瑞德哥啦 瑞德哥我们知道你是记者出身啊 对 可是记者在外面跑 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要保最多的 应该是要在意外险的部分啊 你怎么会刚刚这个五万多里面 占七成是医疗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事实上全台湾最倒霉 最危险的记者叫社会记者 社会记者 为什么你都没有理会记者 没有礼物可以拿 没有明星可以看 而且半夜如果枪警匪对峙枪 我们要跟着在外面守这样子 那所以在这种状况下 你的风险特别高 风险高的话呢 像我当年如果当外情社会记者的话 我保的意外险是最高 但是随着你慢慢慢慢变成主管了嘛 对不对 主管了以后你在外面跑的机会 箱形变少 少了以后现在都是电脑化嘛 那医疗 我跟你讲 医疗险就很重要 你认真一点的主管 你看一天看超过大概一两万字以后 你会眼压过高 恶心想吐 你知道吗 那结果后来我就视网膜玻璃 本来是要去做检查 结果没想到一进去就出不来 三个礼拜 结果我进去以后呢 五次手术 其中四次是全身麻醉手术 哎呦 大手术 我的眼睛非常严重 再加上我当兵的时候 特朗部队打拳击 曾经伤到眼睛 拳掉系统都已经松掉了 因为这样子我告诉各位 三个礼拜 然后总共花了大概好几十万 我大概其实只付了两三万块 可是因为我有医疗险 然后我有好几个不同的医疗险 所以像我如果住院一天 或是手术我都可以请领 而且我是请领逐额的 所以我总共赚了大概 赚一百块 你用生命来赚钱啊 还是不要这样子 快要大概二十万左右啦 就是说因为每手术一次 就可以领一次 然后每住院一天可以领多少钱 所以我等于说住单人病床的钱 其实是人家帮我付的 所以整体来说你在这一次的生命过程当中 原本你实际拿出去的这两三万 但因为你有医疗险 所以你反而拿回来了将近二十万 所以我出院的时候要求 跟我太太要求分红 她很想去只给我两万块 好了 我们要问一下邱博士 邱博士 郁德哥这样很厉害耶 他住院反而没花到钱还赚了一笔 到底我们要保什么样子的医疗险 可以像瑞德哥这样子 这有点类似说假设把保险能够当赚钱 那有点类似像我们开车到年末的时候 保单就是周年的时候没事嘛 就把自己这边敲一敲 敲完之后再去出险 就以为赚到 但是我觉得从赚钱的角度来看 就会发现赚到之后发现 以后发现你的保费变贵了 很多人会以为说 我这个钱是从保险公司赚来的 赚来的 那不对 是那些没生病的给我们的 保险公司只是当一个账户管理人而已 重新的分配罢了而已 所以刚刚从瑞德兄这边提到的东西 的确这关键是蛮不错的 医疗险里面会有真的付出去 还有哪回来的 那可能你买对的险种 可能说是买了日额给付的 或者是其他实之实附的 补你健保不足的地方 两三万也保险公司帮你去给付了 剩下有日额给付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算起来 生病还蛮不错的 对 千万不要这样讲 从这种另外一方面安慰自己 心里心里已经够难受了 身体已经受伤了 所以只能用这种方式来自我满足一下 觉得这样也是赚钱的 那邱博士我请教一下 因为刚刚你有提到 其实他刚刚的保险出险 就像我们车险一样 我们车险每年出险之后 好像感觉赚到 可是明年保费会增加 但是我们的医疗险或人寿险 也会因为这样吗 出险之后保费也会增加吗 不是 个人的保费是不会增加的 个人的保费里面 他基本是按的年龄来增加的 固定的这没有问题 可是会发生什么事呢 等以后的时候呢 保险公司在精算这些的 出险率的时候 他的计算保费里面就相对增加 会增加在谁身上 不是增加在瑞德兄的身上 增加到所有人的身上 因为发现出险率那么高 或者有精善错误 或者是保险公司 所以我说 这个可能我们感受会比较不深刻 所以以后我们如果保费变贵 我们要找瑞德哥 那一定要找他 我就不能拿2万块而已 我跟你说就是保险公司 这个保费的计算 完全是精算出来的 觉得不是你拿多的保险公司 一样收罪比较太可怕 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这个根据我们家族的观念 我要提醒大家就是说 不要像我一样 因为最近本来想说 就是手术完了 你要想说 那再加保一些对不对 因为我的血压高 然后我虽然有吃控制血压的 但是我的低血压还是比较高 所以他的条件 会要求的比较严苛就对了 那讲到这个就是小朋友 小朋友最好你在婴儿的时候 去帮他买保险 因为那时候最低 所以我们家两个小孩 在婴儿的时候 婴儿的保费是最低的 医疗险的部分 所以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 就全部帮他们两个都买了 像我儿子今年20岁了 几乎保费交完 然后就终生就是 当年小孩真幸福 干爹 而且那时候他们为了推这个 因为很少人去买婴儿的医疗险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推的时候 他们送一百万终生的意外险 那这意外险呢 我们就会在他以后结婚以后 就把这意外险受益人 转为他的配偶 听起来不错 可是你想想看 像一小孩子出生的时候 就买个终生医疗 买个终生医疗 基本上都日额给付的 假如日额给付两千块的话 基本上呢 大概他的保费 大概一万五千块到两万块咯 日额给付的终生医疗 就缴费一定的期间之内 终生就是有住院 对这样的理赔咯 但话又说回来了 这两千块 假设今年小孩子是十岁好了 十岁好了 结果十岁的两千块得住院的时候 可是呢 真正要让他显灵 一定要生病嘛 保单显灵要生病 要生病嘛 问题假设生病的时间 是在六十岁的生病 虽然六十岁可以理赔 我们不是担心 七十岁生病的时候 没有医疗吗 可不可以理赔 可以哦 那你想想看 他买的时候是十岁 他七十岁 七十岁不是六十年后吗 对啊 那请问一下 他的金额里面 两千块会不会变成 double 保险费理赔不会变多啊 就是医疗费会double 没有错 医疗费会double 可是你的两千块是 六十年前的两千块 对 也就是说 你过去花了这些钱里面 我觉得你六十年七十年后 但是这个 可能没办法 不太知道 因为专家所讲的 这个是基于一个假设 那你要知道 保险有个观念就是赌 你知道吗 保险有个观念就是赌 就是说 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 但是如果一旦它发生的时候 那跟那个保险 我觉得这个是保险 最主要的观念 所以我们才会去买保险 不管是车险 瘦险 意外险 医疗险 他的出发点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当然不希望它发生 那当然 他可能在六十岁啊 也可能在四十岁啊 也可能在二十岁啊 我们永远不知道 这个就是重点 刚刚那个大提到的就是说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 假设我的 当然买的就是好啦 因为就浪费将来就准备了 我今天在谈的重点是说 因为你当初一花的这笔钱 是花了一万五千块到两万块 若我只是要两千块的 日额给付的话 以那个年龄的话 大概只要三千块 四千块就可以了 我的意思是说 在那个时空环境当中 我要不要买终身 或是买定期 当然买就最好 但是要考量一件事情 你自己预算够不够 所以最好的保险是什么 用最少的钱买完之后呢 一辈子都不会赔 一辈子都不会赔 对 证明了什么是 你安全嘛 你平安嘛 你健康嘛 对 这才是最好的保险 所以钱呢 绝对不是花多花少 不是钱多就是一定多 就像丁智库穿八条的概念是什么 同样盖到那范围还是很小 对 一辈子就无聊 钱多 人笨 哦 重复买八种一样的保障 就以为花了很多钱 所以很多人会有保费 要从丁智库买到海滩库 对 不一定啊 就看你今天要去哪个场合 穿什么衣服嘛 OK 就说你去海边 你会有必要穿八条的泳裤吗 也没有必要嘛 对 所以说重点不在于你穿几条 你买多少张 或者你金额花到 是你要先想 我期待什么事发生之后 不是期待了 不小心发生之后 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 让我能够免于这种的恐惧 那我就要持续请教邱博士了 所以我们这一般医疗险的保障范围 到底有哪些呢 一谈到医疗险呢 大概就两种情况会用到医疗险 第一个就是生病 对 第二个就是意外 所以医疗险的范畴呢 第一个是所谓的生病住院的 第二个是意外医疗的 但是从一个理赔的情况而言呢 我们分为几个阶段来看待 第一个什么时候会到医院呢 生病了 或者意外了 所以一进医院会发生什么事呢 当然就要送医咯 送医里面就有救护车咯 进到救护车里面进去的时候 或者到医院里面的时候 第一个会有门诊咯 门诊有可能门诊手术咯 或者门诊没有咯 没有做这些手术这些东西 如果是门诊完毕的时候 觉得要住院 那就变得住院的问题 所以就是真正的医疗险的核心 就在这边了 就是住院之后发生的医疗费用 又分为两大类咯 第一个住院之后是 你觉得我是要日而己付呢 还是要十之十付 十之十付就是补你健保不足的地方 日而己付就不管你健保花多少钱 基本上你只要住一天 给你多少钱 这是第三个层次 第四个层次 我发现说不对 这个可能不是一般的疾病 是癌症 或者重大疾病 或者是冠状刀 这个闹到手术 重大疾病等等 所以另外一个阶段是什么东西呢 就有所谓 癌症险的问题 或者重大疾病险的问题 因为我觉得基本已经不够了嘛 因为这个东西事故比较大 希望更多的cover了嘛 所以基本上 它的医疗险的层次是这样子分的 那就是你期待哪一件事情的 不幸发生的时候 你希望用保险来分散风险的概念 所以这医疗险这么重要 尤其嘉莉姐 您在这医疗线当计程这么多年 所以您在保险这块 对医疗险是不是就特别重视 很多人都觉得说 全云健保是足够的 对啊 全云健保其实可以cover很多东西了 那以前的 很早以前有医疗观念 医疗保险观念的人 都像瑞德大哥这样 叹掉 就觉得 我其实以前生个宝宝 生个早产儿可能 你要卖楼的 对 没错 那现在或者是喜剩的人 你要卖楼的 对 我在那边补充一下 就是说我太太曾经因为差点早产 对不对 去马街医院安胎了快要三个月 我们住进来的那个隔壁病床 有一个是早产生双胞胎 一个双胞胎是卖一栋楼 总共家里卖了两栋楼 才救这对双胞胎 因为那时候一个那个 等于说保温箱有没有 一天要一万块台币 所以如果保险的话就差很多了 当年的一万块钱是多少钱 多大 二十年前的一万多块 对 很大 所以那时候我们等到有健保之后 就会觉得说 好像不需要医疗了 可是我看过这么多 我觉得其实医疗跟健保 当然健保 cover了我们很多的医疗 但是事实上你有很多的 部分负担是需要付的 像比如说住院 像我婆婆住院 每一次住院 大概都花十几万 哇 住一家十几万啊 光是病房费用 因为一天部分负担 自己部分负担就是三千五百块 那他住一个多月下来就十几万 他住的是单人房吧 对 所以单人房来看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到底国内的一般医院的 单人房费用大概怎么算啊 一般般的单人房 大概是三千五到三千六左右 一天 那我们那时候住三种 也是一天三千五 然后住一个月下来 你的费用就十几万 所以我那时候的想法就是 我一定要把我的住院险 我的那个医疗险里面 住院险要加多 对 这边有自费病房的费用就是 你不是健保的人 你是外国人来住的话 是更贵的 更贵 对 对对对对 那我们是因为有健保的cover 帮你已经部分负担掉了 已经帮你付了一点点钱了 所以这个住院是一回事啊 有时候出院之后 休养又是一回事对不对 对 我的保险里面有是 你住院十天 你出院之后 他还会给你十天的休养钱 休养钱也会包含进去啊 对对对对 就是教育成效费啦 营养费 对 你住十天医院嘛 可是出去就少很多 比如说你住十天医院 他的日额是四千块钱 可是你出院 你大概就是一天 五百到一千左右 所以出院休养 他还是给你费用就对了 对对对 那我就要问一下这个刘老师了 刘老师像这种休养天数的部分 他也会有一些 所谓的营养费用 那这保费也是包含在 医疗险里面吗 我们在买保险的时候 大家都会被这个名词给误导 认为出院有钱可以拿 就很高兴 但是他给你一块钱也是钱 对不对 给你十万块也是钱 对不对 可是大家不要被这个 出院疗养金 一天可能五百块钱所蒙蔽的 一天才五百块钱 十天的话也只有五千块钱 其实他那个金额是 非常非常的少的 但总比没有好啊 好没有错总比没有好 但是你要回想过来 刚刚看一下 一个人病房健保补差价 大概差不多要四千啦 平均来说 十天的话大概赔四万块 我们所缴出去的保费 这几年大概要缴多少钱 我们讲一天四千块钱 一年保费大概要一万五千块钱左右 我会天天住院吗 不会啊 对不对 我这十年缴下来了 十几万了 十年住一次 自己的钱再领回来 其实刚刚博士讲的 没有错 其实我们这个保险大部分是领的钱 有一部分是我们自己缴的 另外一部分是别人没生病的 其实不会差距很大 所以真的很多人就像专家讲的 有些人可能用得到或是用不到 可是用到的时候 就像家里也讲的 他把这个病房的费用 他觉得在这医疗险当中是有用的 可是林庸大哥 是不是也真的不是这么万无一失 听说你在出国旅游带团的时候 就有类似保险不赔的经验 如果你来报名参加我们的旅行团 我们有所谓的 礼约责任契约责任 就是所谓的两百万 本来是含三万医疗 现在的新是法令规定到十万了 这一种有一些东西是赔不了 比如说自己生病的 诶 等一下 十万块居然有些东西赔不了 到底哪些东西赔不了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们刚刚前面提到 这玲瓏大哥带团 这旅游团现在有旅约保证 这十万的医疗费用 可是你刚刚有提到 有些意外是不理赔的啊 很 特别是很难断定 他到底是意外还是自己生病 譬如说 那已经将近二十五年前了 在沃尔沃 那老先生是受日本式教育的 然后两个老人家就一起到沃尔沃去玩 那第二天就开始有点感冒 那老人家就胃肠不好 就吃不下东西 但是喜欢喝清酒 然后那个曾经心脏开过道 然后还能够到日本 因为老一辈的人对日本 是有一点缅怀前场那种 哇 很高兴的到时候 然后一定先喝清酒 就这样子 第二天晚上之后就开始人会晕 第三天 第四天 我都一直陪在他旁边 台湾家属也跟他 跟他通听话 就是觉得晕啊 没辣啊 这样子 然后 问他说我们要不要 就直接先到纳巴医院了 不用啦 也没怎么样啊 然后 后来台湾这边家属就约好 就是四天而已嘛 然后华航是晚上十点起飞 然后台湾就已经可以 要先讲好就是救护车 直接到飞机旁边 就咻 这样子 结果十点 飞机应该要起飞了 延了一个小时到十一点 然后结果他太太说 林经理我陪他去上厕所啦 因为你这样顾了这么多天 好 就让他排他上厕所 那五分钟之后 那老太太来说 林经理你帮我去看一下 怎么都还没出来 还没出来 不是陪他进去吗 不是帮他冲进去 敲门 没有回应 那个厕所下面门是 楼空的 是锁起来 老先生 我在那里 人的身上腺素是很恐怖的 我竟然可以跳上去 我现在想我是怎么跳上去 我不知道 然后打开之后 那一刹那 一刹那 因为我们做旅行业 基本上有一点点保险概念 他是蚊在那个马桶旁边 如果他的头角 有能够很明显的稍微外伤一下 有撞到的话 对 因为我知道 我很知道意外医疗要有试药素 哪试药 明显的外伤 涂花 个体 然后外来 外来 比如说 跟你朋友亲吻 被他种一个草莓 你就可以申请理赔了 因为 涂花 个案 外来 明显的外伤 还要凶狠 这个 凶狠 我非常清楚 所以一刹那只有零点几秒 要不要这样 但是 他是整个昏打这样闻下去 然后拉出来的时候 是没有外伤 没有 我开始做CPR CPR边坐一下 呼喊了自己的名字 林金龙 本名 镇静 然后你们退开 因为人太多进来 氧气 没空气 对 你们有没有把行李再拉出来 因为已经都挂进去了 然后要不要赶快报警 其实我报警是先喊第一个 然后我一直坐 然后沿沿听到 一来之后 他们接手一直坐 到那巴巴医院之后 然后就开始伸入到那个 噗 我在那边一直盯着 然后呢 台湾的家属就讲好 因为老太太也有 也有一顶高血压 然后一直跑过来看 家属跟我讲 李董 两个 你至少帮我带一个回来 至少帮我带一个 因为老太太一直看 后来 我们就叫那个医生 跟老太太跟他 打那个类似症镜 什么不要一直过来 他跟他讲 医生说你要补充一下 这样子骗他 就他十二点多 噗 不是 我就在外面玻璃那边 就在我的面前 噗 一条线 就走了 对啊 后来就变成 泱泱泱 然后一个骨灰毯 这样子回来 然后 那保险 保险有没有理赔 就不能赔 因为他不是意外 他都不是 还好那个家属 都非常的明理 他也非常清楚 而且他知道 他本来心脏就有开刀 所以他原本就有心脏病 所以这保险 没有理赔的部分 对 那我们还有一件新闻 就很爽动 2011年10月 在彰化 然后有一对年轻人 渡蜜叶 然后坐飞机到维也纳 在飞机上就陷入风靡 脑溢血 然后维也纳下去之后 就开始送到医院 20天 那个光是翻译 到那边要翻译的 会用一天啊 台币一万多块 也翻译的人要一万多块 20天已经 所有医疗会用 快要飙到200万 回不来 因为没钱 然后彰化新政府 发动田中的人 投这个 救济 救济募款 这样子 20天后才这样子回来 那时候我就问我们一些 保险公司 他如果能够买一种险 平均不到1500块 何必去欠人 整整头的人情 我们在海外发生的医疗 这边有一张看法 这边有一张看法 这次以后 玲瓏大哥以后 代团出去的时候 我建议 你都会呼吁你们团员 加买一个 譬如说我们五天的 五天的出国时间 有一个1000万的意外险 再附加一个 100万的意外医疗 还有一个100万的 疾病医疗 这个里面还可以 含带一个理由不变险 是的 没有错 还有更好的 不是更好的 就是万一我们生雇的时候 还有专机可以接送 对 或者残废的时候 那保费注意看一下 1000出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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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天一千出头 对对 你看这也是寒医疗 我们有一种没有寒医疗的 他就纯粹1000万的 大概要600块钱 你说这个减掉这个 就100万的医疗 才400多块钱 所以这就是我为什么讲说 为什么1000多块 你不花 你要缺整个人 整整个人 对对对 因为说林荣大哥这样讲这句话 请愿多花1000多块钱 不要欠整个村庄200多块 如果我们出国的时候 加一点点的小钱 多花1000多块就好了 我们去欧洲几万块 10万 20万都花了 东南亚大概也两三万都花了 我们多花一个几百块钱 去买一个这个保护自己的一个保险 不过这一点要有涂花疾病 因为我做过功课 必须要在90到180天之内 你没有相同的毛病就医过 三个月内 对这个是没有做 因为他很怕 因为我花1000多块钱嘛 美国的医疗水准比较好 对不对 我有心脏病了 我在台湾前三个月才看了心脏外科了 台湾心脏外科可能很雍工 可能到美国去 我有一个亲朋好友在那边当医生 我花几百块钱 哇 我有一百万的医疗保障 这个对保险公司来讲是道德危险 是道德危险 所以他会有个诞书 简单讲就是说 我出国前半年不能有同样的疾病 我想请问一下 因为我自己的医疗鞋里面 就有海外意外医疗 然后我有一次就是膝盖扭伤 在日本的时候 在东京膝盖扭伤 还继续走路 到了第二天 膝盖就整个严重积水 然后到第三天受不了 就到那个日本的医院去 因为我先打电话给我的保险 我刚才讲 我心想说日本就医一定很贵 然后我就说 请问我的海外意外医疗多少 他说有六万七 六万七 然后我说 看一个病要不要那么够够够 对对对 结果后来我到医院去 然后医生是照一张X光 然后抽积水 然后给我三天的药 就是止痛药 那个肌肉送食肌跟胃药嘛 这样总共台币一万八千块钱 台币一万八千块 然后后来那个 我就心想说 健保不是说海外医疗有补助吗 对啊 我就很开心啊 我就想说哎呀 不是很开心 就是应该放下心头了 放下多付了 放下心说 日本这一笔是有地方 OK的 就我的保险会有保险 然后我想说 我在跟我的健保局申请 盒下来只有一千六 我说为什么 我帮了一万八 你怎么很有一千六 他说在台湾 你即便没有任何保险 在台湾治疗 你只要一张X光片四百块 医生帮你做 比如抽积水的治疗 给医生不过是五百块 家里讲到这一点要特别注意 尤其是日本 日本的医疗其实是很贵的 你知道吗 像我们有一次去日本 那个我们台湾 台湾人有个习惯 因为健保习惯了 对 所以一进到 不管是四人骨头边对吧 都要去医院 这个有超阴坡 那个有什么东西 我做最仔细的检查 那一团就有一个 比较神经质的团圆 是男性的团圆 那大概中年 他就觉得他人不舒服 然后很不舒服 这样说不出来不舒服 一定要导游 要带他去医院 然后因为不知道 到底是什么病啊 因为他就很不舒服干什么 他就要求什么 超阴坡要照 断层扫描要照 生病就会照照照照一照 你知道两天检查 一百万日病 一百万日币 台币也大 现在已经掉到二十八对不对 一百年日币二十八嘛 那时候是三十二点多 快要三十三 三十几万 你知道他吓了一大跳 他想说在台湾 全民建法的 加薪姐的加薪姐的 你看你到那边乱拍的结果 是一百万日币 真的 所以医疗保险 真的相当重要 对 不过除了这个医疗保险之外 讲到很多疾病当中 君凯你刚才有印象 大家真的最害怕的 一定是癌症 对 我们要问一下嘉莉姐 我们听说 可能您之前的这个家人 也是有这个癌症的 这个疾病家人 所以当初你们也有保癌症血咯 现在台湾七十岁以上的人 除了最近有什么老人保险 六十五岁到七十岁以上的人 没有保险概念的 对 那个年代 那绝对保险都会 保险在受益 对 他们觉得今天保了 明天就会走掉 对 就会有出事不起立的感觉 保了 去旁边保了 保了那个带水 然后退掉 隔一个礼拜什么再见了 哎呦 我们都没有享受到 真的啊 不要这样 重点是后面那一句 其实我父亲跟我婆婆 他们都没有保险的 对 那都要自己付费 没错 我那时候是乳癌全摘 他85岁的时候得了乳癌 然后全乳房摘除 那其实这个也有健保给付 那全乳房摘除 还有重大伤病卡 然后所以那个 靠健保给付 可不可以cover所有的费用呢 不可以 不可以 还是不够 因为我们住的是单人房 那费用就是大概 三十万跑不掉 就一年光是住院的费用 就是三四十万 不过你有买保险吗 没 没有 所以这费用就相当 负担相当大 对 就是因为我看到我婆婆的 那个病房费 是很可怕的一个病房费 所以我们就找那个 我自己的保险就是 在病房费再调高一点点 所以透过嘉莉姐婆婆的例子 我们可以知道 他光是这个得癌症 然后住院的费用 还有一些开到的费用 可能一个月交十几万 而且这还包括了 没有用到标靶药物 没有 有了标靶药物 哇 一次交十几万 要自费 要自费 那这里我们就要 请教一下这个邱博士了 就是因为这癌症 可能真的不幸 大家都不希望离癌 那如果真的不幸得到之后 那费用真的高得吓人 反正就保这个防癌症 对 那防癌症五花八门啊 人大概就三件事情而已 哪三件 第一 死得太快 责任未了 死完了家里怎么办呢 二 活得太久 晚景凄凉 哎呦 另外一种 病得太长 情何以堪 那癌症就第三种了 活不下去了 其实人生里面 最后要考验就是三件事嘛 要么早死嘛 要么晚死嘛 晚死就是老的问题嘛 早死就是小孩的问题嘛 早又不死 晚又不死 刚好卡中间 又病得太长 或者意外残废了 那就是活得太久 就完整就凄凉了嘛 所以就是这三件事情 透过保险来分散风险 所以刚刚癌症癌 基本上就是 癌症真正最怕的 不是怕死 死的就死了嘛 怕的是医疗费用 怕的是不死 时间拖着过程的医疗费用 包括里面的要住院啦 化疗啦 或者标靶药物啦 手术啦 天啊 这个只要家里一个得癌症 那个真的会让一个家庭里面 除了心理上 还有实质上的经济的损失 是一个很大 所以我们才买了这个防癌症 那这防癌症的内容 到底包括哪些呢 所以刚刚我们特别提到 看我们的这个图体表里面看到 第一个 有防癌症说 得到癌症呢 就给你多少钱了 就是出自离癌 就有这个东西 可是给你多少钱 重点不是给你多少钱啊 我希望癌症能好嘛 所以重点医疗的品质嘛 或者所谓癌症 有一个里面包含了 癌症生故 重点的癌症就不是怕死嘛 对啊 对不对 若是真的生故 是靠受险去了嘛 所以癌症这个受险要生故的 当然有的保险 但里面内容肚子装了很多 有的时候出自离癌 又给你钱 后来你因为得癌 死掉又给你钱 其实它的保险很单纯 算你癌怕什么东西 因为一个保险里面 装的越多东西 相对它保费就越贵了 所以基本上我们买保险 就看我们到底在意 我们到底在不在意癌症生故 应该不是很在意癌症生故 因为那是身后事 身后事 应该最担心的是 癌的这里面的住院的问题 还有要化 抗癌的过程 对抗癌的过程当中 还有什么手术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化疗的问题 还有所谓的这个放射性 这个治疗的问题 或者是说 营养剂的话 出院之后的疗养剂的问题 所以基本上这里 就是我们癌症里面的范畴 你担心的是什么事情 所以邱博士提到一个重点 到底你买的保障有多少 还要看你的预算有多少 那到底该怎么买 这个防癌症最划算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刚刚提到这癌症 是古人的十大使用的榜首 所以为了怕这个离癌之后 费用很多 很多人会买这个癌症癌 那我们就要持续请教邱博士 所以我们简单来说的话 一般如果要买这个防癌症的话 最主要考量哪几个重点 其实最主要考量就是说 我刚才回到刚刚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到底担心什么事 所以癌症癌应该不是说 买癌症癌是因为怕死吧 是应该卡拉过程 所以说癌症里面假设 我想第一个考量 第一个是说你有多少预算 因为多少预算 你会决定你缴费的方式 跟得到的结果不同 第二个概念是说 我在里面到底需要装什么东西呢 第一个 这个就是当每家保险公司 大同小异 就是装的越多 那当然 保费就越高了 所以我刚才说 买这个东西 一定要先考虑到自己的预算 当然考虑预算之前 先考虑到自己的需求 第一个 我怕不怕死 若是我不怕死 没有人不怕死 就是说买了癌症癌的时候 我是不是担心 那死亡的给付 若是你不希望这样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 有受险去cover就行了 死亡给付就少一些 对 那我是不是 那医疗费用多一些 是 我是不是可以 这个你看各家里面 是不是有这个没有的 那说 出自离癌里面 有没有给付的 那你就想想 出自离癌 你的给付的话 你的目的是干嘛 是希望拿到那笔钱 做什么事情 好好的来做预料费 我在意这件事情 所以就看到 出自离癌的费用里面 它里面有没有 你有人说 那我都住院以后 住这个癌症之后呢 癌症住院的时候 有没有病房费用 我们刚刚不是有强过吗 他往最前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 就是日而给付 跟十字数一般医疗 那个状况是 不管你得什么癌症 只要住院就好 所以那个基本牌已经有了 假设你买保险 那个已经有了 我就想说 我若是癌症的时候 除了那个住院医疗里面 基本盘有之后 我觉得还不够多少 再叠加上来 再叠加上去 是用这种概念的看 而不是说我这个好不好 而是看你之前有没有 后来又有些小时候 又有没有可以化疗的东西 对 化疗的部分 基本上刚好我们住院医疗的部分 有没有理赔 也有的 也有的 只是额度绝对没有 这边那么高罢了 刚好说的 那个这个一般的医疗 我称为叫减餐吧 若是你加上这个 所谓的癌症进去的话 就有点是稍微一点 针对这件事情 比较豪华一点的豪华餐了 所以我说要理解这个癌症险 到底服务不需要 是看你自己在这个过程上 跟你自己原有的 住院医疗的东西 有没有办法合制在一起 一直来用 你才会发现 你的预算会最精简 而效益会最大 而不用去买一些重复的事 而不用去丁字库穿好几条 所以说我是听你这样讲的 要不要买这个防癌险 真的还是看自己的荷包啦 所以瑞德哥问一下 那你自己有没有买这个防癌险呢 我有防癌险 防癌险有 而且我防癌险二十几年前就买了 那时候他们推一个 那个人寿险下面附加防癌险 那我觉得不错 所以我们有买 然后全家都买 那我有一个小妹妹 有一个小妹妹 让我印象非常深刻 她在某个议会当秘书 她会巴国的语言 她才年纪才二十几岁 她会巴国语言 就跟那个电子指点一样 非常能干 你知道吗 非常漂亮 非常能干 可是 她的男朋友一次打电话 我吓了一大跳 为什么 你们从国外回来 大概有几个月没有联络 打电话给我说 已经住进了台大医院 安宁病床 安宁病房啊 为什么 胰胀癌 我就看她的时候 好舍不得 为什么 她那时候眼睛 因为已经怕光 已经眼罩遮着嘛 那我跟她讲话的时候 她已经用维生系统 可是她听得到 我跟她讲的话 为什么呢 我跟她说大哥来看你了 她眼泪就流下来了 我很难过 为什么 因为她才二十几岁啊 对 然后长得又漂亮 然后又巴国语言 结果呢 就这样走了 胰胀癌 她一胀癌二几次就走了 你知道吗 就好像天有不测风云一样 所以以前都以为说 那你年纪大了 才会得癌症 现在不是 现在很可能 你年纪轻轻的 就会得癌症 真的 所以才要有这个 所谓的防癌险的一个观念 但是要小心 有的人以为防癌险 我一买天花乱坠 然后营业员跟你讲一大堆 你买了 你一以为什么癌症都OK了 没有 原胃癌 什么癌 对不对 它区分得非常的精细的 有时候会发现 得的时候才知道 早知道我当初为什么没有买那么多 我自己在做保险这么多年 钱金难买早知道 我最近我们家里头的三等轻之内 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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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个中了 所以我自己在做保险 我买的单位数 因为买癌症险都是单位数 大概买到快二十个单位 二十个单位 对 你自己买 那你一般人 一般人大概买一个单位 两个单位 就是多了 大概两个单位七千多块 对 对不对 那买二十个单位多少钱 一个单位三千多 二十个单位不是六万多 一般人负担不起 对 就是我们有一种叫做平民的保险 大概内容跟邱博士刚刚讲的差不多 因为每家公司都差不多大同小异 一发生啦 或者是住院啦 或者是手术啦 大概都会有这样一个额度 这个叫一个单位 基本上他什么癌都赔啦 基本上 包括原胃癌或不原胃 最重要的是看后面一张保费 就叫平民保险 保费的部分 我们讲一个随便看一个 十岁的男 十岁的女生 一个单位 九十八块 九十八块就刚刚有那些保障都有 一年 一年 那如果买二十个单位买二十 没有多少钱 是不是 好如果是像我年纪比较大一点的 五十几岁就稍微贵一点啦 因为五十几岁离癌的机率比较高嘛 大概一个单位大概快两千块 那两位主持人因为都很年轻 大概都二十出头 二十出头女生 一百四十九块 一百四十九块 方君子喔 方君子要四几岁 二十几岁 二十几岁 二十八十九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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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这种保险 这种保险有它的优点跟缺点 优点就是保费低 保障都一样 缺点就是它不是终身的 我们在节目上一直在强调 不要误 我们也不会误导 这个跟终身的来比较 怎么那么便宜 它不是终身的 有买才有是不是 对有买才有 每年的买 基本上呢 一直可以续续续续续 到七十岁 我有疑问就是说 二十岁以后啊 女性的保费比男性的多 是不是因为 快发育了 身上的一些器官 因为女性的器官 基本上比男生多好几个 所以它在理配的内容的时候 发生机率会比男生要高一点 所以女生保费不得快一点吧 到了几岁以后呢 到了几岁以后呢 差不多五六十岁以后 男生的保费会超过女生 社护线开始 开始发了 开始尿尿尿不完 那基本上癌症 是大家都很怕的一种疾病 也是一个非常 我在早期做保险的时候 卖出去第一张保单 就是癌症险 到现在二十年了 我卖的最多的 除了意外险之外 医疗险的部分 也是癌症险 二十年来通通没有变 那也就是说癌症 大家越来越怕 那现在医疗费用也越来越贵 那只有说单位数 要买得越来越高了 那如果都是买终身的话 可能我们口袋里又不够深 那这个时候又陷于两难 所以你在买这防癌症的部分呢 现在可以考虑 起脚的部分 但是呢 大家怕的除了 怕得癌症之外 很部分怕的是什么 不小心生了重病 半生不随的时候 那下半辈子该闯 该买什么保险呢 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刚刚提到呢 保险很重要 很多人都知道 可是很多人买的保险 根本不晓得内容 玲瓏大哥啊 你好像就这一类 我们工作人员在跟你 讨论脚本 你说这保险全部你老婆买 你电话拿给你老婆 我自己买的保险 就最下面这一条 民国七十七年的时候 那个是什么险 这个叫做 新二十年限期 角会社特别增值分红 真红 真红 这是什么 你是买他的名字而已 我学长 我学长毕业了之后 他就到保险公司去 保险公司 就是给他很强烈的那种灌输啊 什么什么的 后来他就在想 这个他最要好的朋友就是我 那时候我还单身了 人情啦 我单身来说 你给我买就对 命令是不买 打 哎呦 好跟你捧场 后来买了第二天之后 我就开始感谢他了 买了之后我发现 我很有杂 很有那一种杂食 生活的很正 女朋友你可以跟 你那个女生 你可以放心跟我交往 朋友 你也可以放心跟我交往 因为你有保险 因为我有个怎么样 我不会找你肩 乐捐啊 跟你借钱 不用 因为我有保障在 我就第二天 我就开始感谢我 这一个学长 让我有一种安全感 你学长更感谢你 然后呢 因为他赚了不少佣金 有业绩跟佣金 我跟他说 学长你不要算我便宜一点 将来如果发生什么事情 是我怎么样 我讲的很有道理 我就一保险都没有 后来你学长 现在还在保险业吗 所以说就是 他十年后他就没做了 十年后没做了 十年后没做 我就变成孤儿保单 哎呦 就也没有人来关心你 也没有人来 后来接下来 有人要再找我保险的时候 如果他刚入门 我说 对不起 等你做完三年到四年之后 你再来找我 我再来考虑 因为我不需要我再买到 孤儿保单 像我们这种 有 有赚钱 又有存款 又没有什么黄贷压力 这些 这样的人 是烦恼的是什么 有一天如果 忽然间 要再挖 但是是拌腮炎 拔石拔尿 叫做拔腮炎 就是自己不能 自己料理自己 中风脑溢血之类的 拔石拔尿 都要靠别人这种 老婆虽然很爱你 天天帮你这样拔石拔尿 他也会拆弓 所以要有 康复 还有 你都完全失能之后 这个 没收入这些问题 我担心的大概就是这一种 所以应该说 玲瓏大哥最怕的就是 自己如果变成 伤残人士 没有办法自己过生活的时候 该怎么办 刘老师 什么样的保险 可以保障 我们如果真的不幸 变成了这种伤残人士之后 我们下半辈子无语啊 刚刚讲过 我家三等亲之内 有四个重癌症 我家三等亲 里面又有两个 发生的这种重残 哎呦 那就讲我的母亲好了 大概在两年以前中风 中风算是 算是蛮严重的嘛 对不对 注意看啦 保险有很多都不赔的 我们先逆向思考一下 意外险不赔 癌症险不赔 瘦险不赔 住院险有赔 他一天 如果理赔一千块钱的话 前前后后 住了十七天 赔一万七 一万七 他讲的保险费不止一万七 对啊 我要那一万七 哇 怎么办 这个不赔 这个不赔 可是 我就是需要有人在旁边看护 对 怎么办 有很多保险哦 注意 你们要看一下内容 不一定可以理赔 像我母亲的那种状况哦 基本上要十一住行 要有两样 不能够自己完成 才可以符合 我的母亲是中风 她 说严重 没有到植物人的状况 你说不严重嘛 可是她就随时会摔倒 这个需不需要看护 也需要人照顾 可是这个在保险的理赔条款 长期看护的理赔条款 是不理赔的 那这个不赔 那个不赔 怎么办呢 就是受险里面有一个受险 我们买的 受险的部分 人受保险里面有个叫做一级残废 一级残废 虽然我的母亲可能还没有达到 那个样的程度 但是受险里面 我也给她叫做一个的 她的一级残废 我给她引申叫做隐性的医疗险 因为她不是卖大啦啦跟下 我这个里面有医疗 可是她隐藏在她的一级残废里面 我买一百万就可以赔到一百万 像我屏东有一个吃冰榔的朋友 她就买了受险 她因为开刀之后 整个半边就不能讲话不能吃饭 她也符合受险里面的一级残废 也就是说她买了两百万就可以一次 所以不用申雇 就是她不能讲话一级残废 两百万就拿回来了 不能讲话不能吃饭 所以受险就有包含到 对 我给她引申叫隐性的医疗险 其实她概念很简单 就是今年我讲了多少钱 我就有一个一百万的保障 也是一年齐的就对了 也是一年齐的 但她可以保证续保到95岁 回来看一下 40岁男生3500 女生1300 两位主持人又回到二十几岁了 二十几岁的男生1000块 女生大概400块 受险部分男生又变比较贵了 因为根据经验 根据经验男生比较辛苦 男生比较辛苦 因为我有一个朋友 我有个朋友 我妈妈的朋友 她在二十几岁的时候 在美国去留学 得了一种怪病 不是怪病啦 就是红斑性狼仓 全身瘫痪 全身瘫痪 二十几岁的女生 好 全身瘫痪 瘫痪在床上了大概 35年左右 35年 最近往生 如果说你看 万一这个保险不赔 那个保险不赔 这个保险不赔的时候 她怎么办 就是说我们退而全体 有种意思叫做受险 如果她全身瘫痪 是可以理赔的 如果她是三十岁的人好了 她买个五百万 女生一年三千块 如果她发生了这个状况 保险工程一次赔五百万 这五百万可以干什么 我们几一个外劳 一个月两万块钱的费用 一年二十四万 五百万乘以二十四万 大概可以一个免费二十年的 一个外劳 可以让她家一头的人 没有后顾只有 轻松一些 当然我们说年轻人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 就是赌啊 这种事情 就是一个赌博 就是一个赌博 如果她有买的话 她就二十年的一个外劳可以使用 老师所讲的这个 我感同身受为什么 因为我母亲 因为脑干缺血性中风 住了医院十五天以后 吵着要出院 医生说她随时会二度中风 回到家三天 二度中风 从此没再醒过来 两年半职务人 那两年半是人生的煎熬 我讲坦白的 不管是 我们还好有六个兄弟姐妹 而且我们还算是还蛮孝顺的 有的没钱的 你又出钱的出钱 出力的出力这样子 可问题是 如果你没有六个兄弟姐妹呢 如果你没有足够的费用呢 那你怎么办呢 对不对 而且老人家讲坦白的 没有那个观念 没有保险的观念 老人家比较没有保险的观念 所以那个刘老师 我要继续追问下去 这受险其实上好处多多 但你提到这一年期的受险 譬如说我假设来说好了 我现在三十几岁 我男生一年一千六 但是如果我真的 就在我三十几岁这一年 我不小心发生什么事故 我残障了 我下一年 他还是会继续让我保吗 会不会因为我得了 他就不让我保 保险公司一次 把他的该给的五百万 或者一千万一只给你的 那一次就没了 就不给你 后面就没了 基本上是这个样子 可是医生性我拿回来 我就想说 那我下半年的医疗费用 也许也还不够用啊 那到底我们如何 这种小自主小千 我怎么可以要买到最大的保障 我买医疗险呢 我们就用一张图来解释一下 我们就把它当着 穿衣服的概念 穿衣服的概念 里面可能以后就会很清楚了 我们穿衣服怎么穿呢 我想 这个 这个 我看你是说 平常你穿衣服从哪里开始穿 我一定当然先从我的内裤开始穿 对 没错 一定都能先从内衣裤开始穿 所以我就姑且把这个内衣裤 称为叫做健保 最基本的 基本盘了嘛 你就已经穿着了吧 那个俊海 你穿完内衣裤 你会在哪里走 我会在家里啊 你会不会出门 我当然要出门啊 要出门 你不能出门 我不能出门 对 你只能保护的范畴 就是只能在你有限的范畴 所以比如说 你就穿了内衣裤的时候 那你顶多大概就在家里混一混就好了 就不能出去了嘛 对不对 所以第二个我们就要出门了 那我们穿什么呢 我们穿个牛仔裤 或者一个T恤 那个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就把它当做 那就是我们现在买的一般医疗 一般医疗分为两类 医疗十肢十肤日而即肤 诶 君凯可以出门了吧 可以出门了 我比较放心了 对 那你敢不敢穿着这种衣服里面去参加宴会 当然不行 又不行了 对 场合 去了场合不一样 期待值又不一样了 那是不是应该来一个这个 比较漂亮的衬衫呢 不是穿T恤了嘛 对不对 衬衫穿进去 那就是我们特别的期待了嘛 就刚刚我们特别提掉了 癌症险嘛 那是不是 你又要口袋又要多出来了 对 可是事实上你若是硬要穿T恤去 参加宴会 可不可以 也是 也是可以啦 但私底啦 不体面 一样的概念 我癌症 一般医疗可不可以应付癌症 可以啦 但是有些案啦 所以你说 你就穿个外套西装 那就癌症险了 当然有时候会先想说 不行不行 待会呢 又会可能碰到这个 去那个地方里面呢 那边呢 可能需要一些的 更高的配备的话 那就要加什么东西 刚刚特别提到了 老的时候最怕的就是 不是死 就病在那边 摊在那边 不知道怎么办 就刚刚谈到了长期看护了 又再加进去了 对 但是我会先想说 我要不要戴手套呢 要不要围围巾呢 OK 那叫配备而已 那就有所谓的什么 门诊手术啦 意外医疗 类似这些东西 再叮叮当当的 淋淋囊囊囊的东西 对 但是你可以加 可以 但是你从内衣的角度里面 T恤的角度里面 牛仔裤的角度里面 牛仔裤的角度里面 外套的角度里面 一层一层的加 当然一层一家 代表的意思就是 费用更多了 一层一层的加 所以就说 一 你自己的需求 二 一 你自己想期待 你要去哪里的东西 三 更重要考虑到你的预算 这样才能够做出 你自己最完整的医疗选 预算就是非常重要 刚刚邱博士这样讲的 我非常赞成 我屏东有一个老师 比习班的老师 他因为未婚 他就是全套的 通通都买 全套 燕尾服都穿在身上 燕尾服都穿 那个帽子都戴起来了 犹大哥 我一年缴80万的保险费 全选了 真的 马上全息 通通都会赔 我看了保单 通通都会赔 没有问题 但是我就 换个角度问他 一年80万 20年是1600万 对 你把这个1600万 自己放到银行里面 自己赔给自己 是不是好像也不错 你会同时发生的意外 癌症 又重大伤病 然后又再一大堆 同时发生吗 好像也不太会 真的 所以说 要衡量自己的口袋 虽然每一样保险的名字 都很好听 但是你还要仔细一下 衡量自己的荷包 哪一项是你最必须最迫切 你觉得你频率最高的 所以真的 买保险呢 就像穿衣服一样 但如果您真的钱 有一千六百万 要道夫 留下来这一样 其实也足够了 买保险新闻学问 今天也感谢所有的专家 跟我一起讨论 我们的news 量号 下次见 拜拜